Wanted to live since that night I decided to walk before My landlessness keeps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谈的单元是战后台湾的教育发展这个部分 本单元的学期重点有三 一、理解促成不同时期教育政策变迁的因素 二、理解战后台湾各级学校教育发展的特色 三、理解战后台湾社会教育发展的特色 这是2013年全台公立大学院校的分布图 同学,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现象呢? 分布不均 尤其其中在北高两市 但每个地方皆有 除马祖外 坚数太多 这还不包括私立的院校 相较于战后初期仅有四所 变化可谓非常之大 到底这70多年间 台湾的教育政策经历了多少的改变 以及这样的变化 对于当今台湾的教育现况 是正面影响亦或是隐忧 我们就来看看促成这不同时期教育政策变迁的因素 各是何者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 积极重建台湾教育与文化 透过去日本化与在中国化 进行国民建设 成因邀请具有留学日本背景的许授赏 担任国立编译馆馆长 推动文化教育建设 许授赏希望以五四运动的开放态度 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的再造 但随着228事件的发生 政治风气转趋保守 所以实施三民主义的教育政策 1949年政府牵台后 教育部配合勘乱建国之需要 颁布勘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 推动民族精神教育 劳动生产教育与军事教育 1953年蒋中正总统 发表民生主义娱乐两篇补述 强调民族精神教育与科学教育的重要 并积极推动技职教育 培养经济基础建设人才 1955年全省中学平均录取率仅39% 随着普社中学与减轻升学主义的政策 有效疏解了小学生国中的升学压力 1968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 但由于实施太过仓促 师资与教学设备有所不足 其政府有计划地将高中高职学生比例 由6比4调整为3比7 大量压缩普通高中学生名额 造成1970年代国中升高中的升学率 明显下滑的趋势 让国中升高中的升学竞争更为激烈 这种竞争激烈现象 同样发生在高中升大学阶段 台湾在战后的土地改革 加速农民人口的流失 台湾社会也转为工商业社会形态 中产阶级在1980年代已成为影响国家政策的主要力量 简言之后的民主浪潮更使改革与开放成为风气 而当时二职的升学竞争环境 虽让教育改革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关怀 1994年民间教改团体发动410教改大游行 引起社会极大回响 游行的四大诉求 落实小班小校 普设高中大学 推动教育现代化 制定教育基本法 1994年9月 行政院设立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 简称教改会 以教育松绑为核心理念 强调教育的原动力必须回归到教育的主体 也就是自我改善与自我实现 并未扫除过去教育中 升学主义、管理主义、填压世交学 与非教育因素的干扰 陆续推出教改政策 如9年一贯新课程 多元入学方案 教科书开放民间审订本 师资培育多元化 这些政策皆陆续落实推动 但欠缺审慎周延的行动方案 加上仓促提出改革日程的结果 往往让改革未见其力 先谋其害 这是一张2015年台北市万华区老松国小的体育发表会照片 同学你能想象吗 一个现今国小部分约550人的学校 在1966年时全校总人数近多达1万多人 大家站在一起开交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而这又凸显了什么问题 对 这就是少子化的问题 当今鉴于少子化时代的来临 任何一个孩子更加不能放弃 所以政府自2014年起实施12年国民基本教育 也就是将国民教育延伸至高级中等教育阶段 另外也同时提倡终身学习的观念 这一点在老松国小的发展上由能得到立正 如今的老松国小是一个3到90岁都能就读的学校 包括了幼稚园 夜补校 乐林教育中心 英语情境中心 乡土教育中心 还有国教的辅导团等都设置在其中 充分有效地应用了教育资源 近20年教改后 尽管在师资教科书多元化及降低班级人数 禁职体罚等方面虽有不错的成效 但是广设高中大学的政策却备受指引 不仅导致教育资源稀释外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今日也造成招生困难 学生素质受指引 且最重要的是升学压力并未减轻 高学历失业更成为社会的一大隐忧 而现今已开始实施的12年国教 在实务上亦仍有许多问题期待政府解决 例如12年国教的志愿选田 超额比序问题 如一座文决胜负等 这都引起学生及家长的质疑与抗议 也成为教改的隐忧 接着我们进入第二个主题 来谈谈战后台湾各级学校教育的发展状况 首先先来看看幼儿教育的部分 战后初期由于幼儿教育并不发达 随着196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后 职业妇女增多 社会安定 父母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才开始日渐重视 2010年时五岁幼童入学已达93.8% 故于2011年起 政府开始实施五岁幼童免学费的措施 其次我们来看国民教育的部分 国民教育可分为国小与国中 战后初期 国民教育手中清除皇民化的教育内容 其次在于提高学龄儿童的入学率 台湾在日治时期初等教育的普及率 以昭和18年也就是1943年 已达71.3% 同年日籍儿童为99.6% 战后国民政府依据宪法 推动六年义务教育 于1967年学年度 台湾儿童入学率已达97% 待九年义务教育实施 至1986学年度已高达99%以上 另外在国中部分 战后因初中学校不足 故1959年教育部推动审办高中 县市办初中 要求达到一乡镇一初中的目标 到了1968年起 更因应九年国教政策 而大幅增涉国中 九年义务教育实施后 停招初级职业学校 一律改称国民中学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的实施 虽然有助于国小恶性补习现象的改善 接受国民中学义务教育的人数大增 但近年来因为少子女化的问题严重 因此国中小也纷纷面临减班减人数的窘境 这是近25年来国小国中班级人数的演变图 接着 如影片所示 战后初期 台湾的中等教育分为三类 原本初高中合设的学校 也改为独立的高中与高职 台湾的高职教育 原以农业学校为主 1960年代转为商业学校为主 到了1970年代为配合国家 实项建设 精健发展的需要 工业人才需求量倍增 故政府虽将高职与高中生的比例 调整为7比3 继执学校迅速扩张 但自1990年代起 为迎接高科技时代的来临 政府决定增加高中生的人数 故至101学年度时 高职与高中生的比例 又调整为48比52 而高中的部分 从1996年起 政府也试办综合高中 及完全中学 前者主要招收 信项未定的国中毕业生 以立期试探信项 后者则是为了节省 设校的庞大经费 且均衡城乡教育的发展 近年来更规划12年国教 以其能普遍提升国民竞争力 最后我们来谈谈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 这后台湾高等教育 仅有四所大专院校 分别是台湾大学 省力师范学院 省力农学院 省力工学院 随着大陆大专院校在台的副校 私办大专院校的设置 以及1960年代访德国体制新办专科学校 尤其在严正兴担任教育部长任内 先后批准49所专科学校的设置 加上1970到1980年代 政府开放私立学院的新办与改制 公私立大学数量倍增 以其符合台湾工商业部门 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1987年九所师专也改制为师院 至2013年止 大专院校总数已达159所 所以战后台湾高等教育可谓成长快速 但是也面临了招生不足 学生素质差的问题 终身学习的理念 竟然越来越受到重视 它是属于社会教育的一环 所以最后我们来谈一下什么叫做社会教育 所谓的社会教育 以落实全民教育与终身教育为宗旨 主要可分为补习及进修教育 社会机构等两大类 前者约可分为三类 一是提供夜间国民教育补效 对师学民众实施的再教育 以普遍提高国民教育水准 二是增进生产能力的短期职业训练 以提升社会大众的就业机会为目的 三是进修补习教育 如早期在各大专院校设立夜间部 与空中商专等推广教育 1986年正式设立空中大学 其特点在于结合各领域专家学者 运用多媒体立体化教学 达成大学教育大众化的目标 目前补习及进修教育机构 除了国中小补习学校 高中专科进修学校 空中大学 社区大学外 还有政府核准的各类短期补习班 这些设施提供了弹性的进修管道 另外社交机构则包括了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 科学馆 艺术馆 文化中心等 这样后初期 全台只有25个社交机构 在政府与民间的积极推展下 目前仅公共图书馆就有537个 逐渐社会教育已日渐发达 1996年 政府发行迈向学习社会摆屁书 开始推动建立终生学习的社会 2010年 教育部鉴于成人参与学习率 仍低于德国等先进国家 又发起99终生学习行动年 鼓励成人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所以教育是百年大计 其思想理念 本应特重免刑 教育目标与教材教法 则可以适时调整 但绝不可轻率造进 尤其不可以因人费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教改 缺乏宏观巨事的长远规划 这是教育思想理念的迷失 而不断推出新的教改政策 不是因应政治现实 就是盲从偶像魅力 以致教改平凡 无所适从 身为现代学生的你 真的觉得幸福又快乐吗 学习的能力足以因应未来的挑战吗 值得我们大家好好的仔细深思 接下来还有一些练习题 我们等一下好好的去把它做一番练习吧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